观众朋友晚间好 我是嘉顺 欢迎收看4月14号的百隔大世纪 有些人或许不知道 其实吉兰丹州目前是还没有电影院的 日前吉兰丹哥达巴鲁 KB Mall购物馆场就证实 要开设戏院的消息 让丹州的子民以为有电影可以看了 不过今天丹州行政议员阿都法达就说 州政府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接获相关的申请 不过他就补充 只要投资者遵守1998年 吉兰丹州娱乐管制法令里的所有条例 比方说男女是要分开坐 部分的座位是要亮灯 在这日期间不能播放影片等 就算投资商今天要申请 明天批准也并非不可能 公正会针对YNDB提审最终报告后 反对党领袖不断咬着身为 YNDB顾问团主席的首相那级 其实宣署了许多文件 不过纳吉的代表律师哈法利三却说 纳吉在文件上签名 其实只是满足企业管理的要求 签名也不一定意味着纳吉了解详情 或者是对YNDB的事情做出决定 他就说签名就像只是个仪式 你必须要经过这个程序 如果没有首相的签名 就违反了YNDB公司张成里的117条文 也就是没有遵守企业管理的要求 此外他甚至可以肯定 首相根本不懂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董事局被赋予权力监督 另一方面 全国总军长卡利也说 警方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 以刑事法典 失信和欺骗条文展开调查 同时警方也已经传造 几个人录取口供 接着来带你关心两则社会新闻 万劳一名希克一妇女和她 只有七个月大的女儿 刚搬到新家没几天 今天早上两母女就发现 卧室在床底和床上 怀疑可能被人掐死 目前警方在调查事发的原因 和嫌犯的身份 另一方面 之前在槟城发生的随机砍死人案件 42岁的嫌犯今天被扣谋杀罪 她被带上法庭时 语无伦次 口口声声说首相那几是Boss老板 并高喊杀杜姆雷社的口号 此外她还比了V的手势 这个案件将于6月8号过堂 第十一届沙拉越宗选址的提名日 及投票日终于敲定 跟这一届沙拉越宗选址的 今天是9月2日 今天是9月2日 2012日 11月1日 今天是9月1日 今天是7月2日 2012日 11月1日 选委会主席 莫哈·莫哈欣也说 邮寄宣民则会在5月3号投票 沙州选民想要查询 关于一切投票的详情 可以上选委会官网 或者是以手机短视的方式 或是拨打电话 查询你的投票地点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